你所了解 为什么会被怒 这点我背影我真的不清楚了 我只知道黄建兴在2014年的竞选总部的时候 他比较做得远一点 那也不常发言 安安静静的 是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做了竞选办公室主任 怎么会这样子的 不要讲说竞选干部都是伙伴关系 我看竞选干部 他不是既没有长官部署之间的关系 他可以说是一群朋友 在共同帮一个候选人 哪里有像做官一样的 或者做大哥一样的 在这里羞辱人 这是很不恰当的 那柯皮自己要处理不处理 他自己选择 因为这就是 他如果不处理 这就表示他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人的行为 我觉得这都不是很恰当的 就像温和的 这就欺善怕恶嘛 温和的 你看非常温和的跟柯皮陈情 或者希望他来签那个空头 柯皮就用很凶的话 不接受暴力胁迫 人家是非常非常低调的 就像在马路上有人请你帮忙签个字一样的 签个问卷一样 那请你帮忙 我吓了一跳 我以为他会讲说 我现在起床了 我已经比较忙了 我不知道 冬奥的规则是怎样 我来了解一下 他如果这样讲我觉得也很好 你何必要把一个 他反个身之后认为 暴力胁迫 而且找三个水户 你不是警察局才讲说 你坐公车只有一个水户吗 怎么现在忽然三个水户在那里拦住那个小孩子呢 那个年轻人呢 结果现在人家一个稍微凶一点的 那个态度我不赞成 就跟市长陈琴 你不需要用那种态度 公车那个 上了工作站跟他去那里 还要鞋的 那个十八运那个旗子那个 那个态度我不赞成的 就说你要陈琴市长 这是你要坐公车 你接触陈琴 你自己要 自己要接受 虽然不太好 可是你看柯比 就跟他温和的很回答呀 这就是显出他的本性的问题嘛 就是他碰到强势的 你就必须要应对 他就没有人 而且他不做公车了 你只要对他强 他就立刻有所反应了 所以以后不做公车了 这个就是这个 人家跟你低调的 慢慢好说歹说的 你不是 这个不是很明显的一个差别吗